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Swift UI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 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观察者数据绑定 是这样 今天我给您展示的例子 咱们要建一个全局的对象 或者说全局的变量 这个全局的变量 通过观察者属性的绑定模式 让它可以应用到各个View中去 这就相当于咱们在做VB编程时 一个全局变量 这个变量 各个View都能够访问到 并且都能够修改它 那么这个操作在咱们iOS开发中 该怎么做呢 今天我就给您展示一下 好不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一共用到三个观察者数据绑定 一个是Observable Object 这是可观察的对象 还有一个是Published 这是出版 就是哪些对象 让别人去观察 很多对象 你还不想让别人看到 对不对 OK 接下来就是说 已经被观察对象 都是哪些 今天咱们用到这三个关键的key 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是这样 我已经建了一个SWIFT UI的工程 如果您没建的话 点击文件New 然后这个工程 就能够建立和我一样的文件 咱们选择这第一个 简单View的APP 就能够建立一个和我一样的工程 我已经建好 好 那咱们怎么做 首先因为咱们要做一个全局的变量 那么咱们就要有一个类 来存储着咱们的全局数据 咱们就先建这个类 好 开始 Ctrl 按住 这个不是Ctrl 按住 Commando 加N 咱们新建一个SWIFT文件 然后在这个里面咱写明 比如咱们就叫做APPData 行不行 咱们用程序的数据 全体数据 好不好 OK 建完之后 咱们在这里面 这个Import的Foundation 其实Foundation比较底层 咱们一般Import的是 SWIFT UI 没有问题 在这个里面是这样 以前咱们用的数据结构 几乎都是用的结构体 Stract 但是因为今天咱们要建一个全局类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用的是Class 这个地方稍有不同 然后咱们就叫做APPData 全局数据对象 在这个里面 咱们需要实现一下 Observable 这个小谷 我也念你 Observable 我天 就是说可被可观察的对象 好不好 英语真的是 还需要再加油 然后是这样 咱们需要做两个全局的变量 一个是咱们应用程序的标题 APP title 没问题吧 它是String型 然后咱给一个默认值 有时候咱们应用程序到底叫什么 比如说咱们就叫做Swift UI 小马 不知道为什么老敲小妈 教学 好不好 咱们就叫这个 然后咱们再声明一个另外的全局变量 Other 是吧 Other 这个咱们还是String型 对吧 这个咱们就叫Coma 可以吧 OK 没问题 因为咱们是一个可观察的对象 同时咱们还要定义 哪些个对象被别人能够观察到 咱们有很多对象是不想让别人看的 对吧 咱们如果想让别人看 那么需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属性包装器 这个叫做Ad Published 对吧 这个刚才跟您说过是吧 因为我今天这两个变量的都想被别人看见 所以说呢 这两个的我都加上 OK 这样的话呢 我就定义好了 咱们一个全局的共享 对象 对吧 然后接下来咱们需要实力化它怎么做 咱们试试啊 首先在我的App应用程序代理里面 咱们在这个根目录的地方 根的地方 咱们应该实力化这个对象 叫做AppData 然后类型呢 是咱们刚刚建立的这个AppData的类型 没问题吧 OK 然后在咱们整个应用程序初始化的地方 咱们应该把它做一个实力化 对吧 AppData OK 这样的话 咱们整个应用程序一启动的时候 咱们就相当于实力化了一个对象 是这样 因为这个地方 它不能为空 我就判断一下 让它不让为空 OK 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相信说 在整个应用程序启动的时候 实力化这么一个全局数据对象 对吧 OK 然后咱们在咱们的创体 或者信的代理的地方 咱们需要加上一行 咱们在咱们的六初始化之前 咱们需要加上一个 Lite 先取到通过这个UIKit 取到咱们整个应用程序的对象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再获取到 Delegate 获取到咱们应用程序对象的代理对象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在代理对象里面 咱们其实应该要写上 AppDelegate 也就是说 咱们取到一个整个应用程序的实力对象 然后这应用程序实力对象里面 里面有个代理对象 这个代理对象 咱们把它强制转换为 咱们刚刚的这个代理对象类 好不好 这代码就是在做这个事 OK 咱们转换完代理对象类之后 咱们就可以取到AppData 咱们在这个代理对象里面 咱们还记不记得 咱们刚才在这里面 咱们建立了一个AppData 没问题吧 然后我要把这个对象干什么 附给我的这个ContentView 是这样 因为咱们的ContentView还没有实力 我现在给它屏蔽起来 咱们回到ContentView 咱们在这个地方 咱们这是咱们的主窗体吗 咱们需要引用全局数据 对吧 怎么写 是这样写 然后AppData 没有问题 它的类型是AppData类型 没有问题 但是这么写的话 是不会被别人所认到的 咱们需要有一个观察者属性 也就是说 这个对象是要被观察的对象 怎么写 刚才T80给你写 被观察的对象 被观察的对象就可以了 对吧 大家请看 我小的时候 下面的Preview会报错 为什么下面的Preview会报错 是因为 我这么写 咱们整个程度运行起来的时候 是可以用的 但是咱们Preview 是没有获得我刚刚定义的 这个AppData的 那么咱们需要改一下Preview代码 让它这个对象进行个初始化 好吧 这叫做AppData 这样的话咱们Preview就不报错了 对吧 然后咱们程序在运行 在Preview时候 咱们是这地方的 硬性化 给它一个全局的数据 对吧 那么咱们在程序运行的时候 它是不走这段逻辑的 那么就是说 咱们这个ContentView 是需要从外部嵌入一个AppData 怎么做 咱们想想 这ContentView在哪实例的 对 在舞台代理实例 所以说这地方 咱们应该敲上AppData 然后给什么 给上这个代理的AppData Delegate.app 就可以了 上面这个咱就可以不要了 好 这样的话咱们编译一下 我看看这失败了 是哪失败了 我看呀 代理给的 这个单词就没敲对 是吧 好 咱们再编译 没问题 成功 对吧 有事说 咱们在全局区 声明了一个对象 然后呢 在咱们应用程序启动时 我呢 实力画了一下这个对象 没有问题 它呢 是咱们整个App代理的一个属性 然后呢 咱们在舞台启动的时候 我呢 获取到咱们整个应用程序的实力 对吧 然后呢 再找到它刚刚的这个代理 附成咱们App代理 然后呢 从这个里面 咱们取到App data 把它注入到咱们真正的第一个启动view中来 对吧 然后咱们第一个启动view 接收到了这个对象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可以去使用它了 对不对 接下来才是咱们真正的使用啊 怎么使用 比如说咱们画面上有一个text 咱们就不叫这个了 咱们就可以写上self模板级的appdata 咱们里面有多个属性 咱们就给上一个apptitle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再给它加上一个粗 是吧 这个粗怎么没出来啊 我看啊 dbold 加上一个粗 对吧 然后 存盘 我看这地方为什么要报 这地方 这地方我加了一个dollar 双向绑定的时候 才加dollar dollar是个数据结构 它不是strain 所以说一下把dollar去掉啊 然后就能够粗了 咱们controlb编辑一下 没有问题 然后预览一下 看能不能出来啊 预览出来了吧 swift小码教学 ok 然后咱们说明取到了全局对象 对吧 咱们给它一个大标题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 咱们还有一个author作者需要取 怎么取 咱们应该做一个上下布局 对吧 这个地方咱给它加一个vstack 没有问题 ok 然后在这个下面 我把这个屏幕最大化一点 ok 咱们再下面 咱们再加一个text 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让它取到app对象里面的作者 没有问题吧 这样的话 作者也会显示在这个主标题的下面 然后咱们比如说再也让它加粗一下 同时字体 咱们可以给一个title就完了 这个没有对齐 然后它有快捷键 Ctrl I 然后对齐一下 ok 这样的话咱们等于是说 从咱们app的全局数据端取到了数据 对吧 然后下面是副标题 咱们把它这个牵领色再给它变得稍微的浅一点 对吧 用这个gray属性 要空吗 大家请看 上面上面主标题 下面是一个副标题 副标题的颜色稍微浅一点 这是符合咱们的设计的UI的逻辑 对不对 ok 然后比如说咱们再加一个按钮 button是吧 这个怎么button太有了 咱们再加一个button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咱们可以给上一个 Action Action的话咱们一会再写 然后这个label label是咱们整个标题里面的内容 咱们就叫做 我是这么想 就是说咱们按钮点击之后的话 我想改变一些个全局数据的内容 也就是说改变这个APPdata里面的内容 好吧 所以说咱们这按钮就叫做更新 可以吧 扣心这日语 更新 没有问题 然后更新 咱们给它加一个简单的padding 没有问题 同时给一个字体 咱们就是小标题 好吧 ok 代码去展示布写 ok出来了 没有问题 整理一下代码 然后咱们把这个按钮设的再稍微好看一些 加上一个背景 背景咱们给一个grid 行吗 然后前景的话 背景是grid 一般前景咱们就给白色嘛 对不对 color white 没有问题 然后最后咱们再给一个coner 让它有一个圆角按钮的效果 看起来像这个Budelstrap 是吧 按钮出来的时候 当咱们点击之后 我想了改变这画面显示的内容 比如说咱们改变一下作者怎么做 在这地方敲吧 self.appdata 没有问题吧 这是全局data 然后呢 它作者 大家注意不要敲 代这个dollar了 代dollar是绑定数据结构 咱们应该用下面这两个 strain行啊 结果作者 让它等于不叫coma了 叫小马行不行 行 存盘 然后咱们control command b 编译一下 如果不报错的话 咱们选择预览 预览后 大家看到效果 然后因为咱们是这个 要显示这个用户画面的行为 所以说咱们最好选择这个liveview 启动一下liveview啊 我虽然是imark27寸 但是感觉还是有点慢 好 那么启动起来之后 咱们点击更新按钮之后的话呢 大家请看 我的这个全局变量作者 将会由coma变成小马 因为咱们在这个地方 引用到了全局变量作者 那么下面如果变更的话 那么绑定的这个数据呢 也会发生改变 也就是说页面的会刷新 咱们注意看 我点击了 go 那请看 变了吧 那么咱们变的全局对象 因为这地方是做的 全局对象的绑定 单向绑定 所以说呢 它的显示内容也会发生改变 ok 这个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演示了 咱们观察者数据绑定模式 咱们呢 做了一个全局数据对象 然后呢 通过我刚刚的注入方法 您可以绑定到各个view上去 对吧 然后各个view呢 可以改变它的值 那么引用到数据的地方的view呢 都会自动刷新 这就是全局对象的使用方法 希望您呢 能够理解哦 然后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e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 您下载我的代码实际运行 就能够明白今天讲的内容哦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希望您呢 能够喜欢我iOS系列的开发课程 也希望您呢 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好 那这期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